烹饪是我的热情所在 烹饪的时候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餐馆有这么多回头客 我妻子和我尝试了这里的饭菜 我们完全爱上他了 食材非常新鲜 香料和味道都很棒 我们是常客 我们带朋友来 他们也都很喜欢这家餐馆 卢安罗特在2014年12月 开启了华盛顿地区第一家老窝菜餐厅 让我惊喜的是 在2015年的夏天 我们被提名为全美最棒的50个新餐厅之一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当时想这怎么可能 在老窝 卢安罗特很小就开始烹饪 我七岁就开始跟着我祖母学做饭 我妈妈工作太忙了 所以我得给我的三个兄弟姐妹做饭 我记得对我来说这是个乐趣 等着祖母给我派活 1981年由于越战的影响 卢安罗特全家讨到泰国 住在奈民营的时候 他烹饪的热情更加高涨 我当时12岁 我从邻居那里学习如何烹饪 我的邻居们来自老窝的各个地方 所以我看到了老窝菜的不同菜系 两年后他全家来到美国 并在旧鸡山附近住了下来 作为长女 在父母长时间工作的时候 罗安罗特担负起为全家烹饪的重任 之后罗安罗特遵循自己的热情 开了一家泰国餐馆 之后他开始尝试推出一些老窝菜 这很有挑战性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老窝菜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窝在哪里 所以我会出来告诉我的客人 老窝菜是什么样的 老窝的位置 受到顾客的鼓励 罗安罗特终于在美国首都 开设了一间专门卖老窝菜的饭馆 餐馆的名字意思是篮子 一个装着糯米的容器 这是老窝文化的一部分 老窝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东西 这个篮子是老窝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烹饪纯正的老窝氛围菜 他在自己的后院种了一些 当地买不到的蔬菜和香料 比如说我们有清零叶 这种叶子会给沙拉添加很多香气 今年罗安罗特连续第二年 被提名为最佳厨师 他在詹姆斯比尔德奖的 大西洋菜区获得第二名 这个奖项相当于美食界的奥斯卡 烹饪在厨房里 让我很快乐 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苏军 华盛顿报道